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誰最後倒霉把東西丟出來 我去接 我不是賺到了嗎 你講得非常正確 你沒有講的是等捷運公公仔 你講的是等捷運公公仔的旁邊 旁邊 因為現在置物客非常聰明知道說 捷運公公仔幾乎很多 我沒有比較要講每個 很多都有一些小瑕疵 什麼跟街上有糾紛的 關上勾結的 或是什麼漏水 所以剛剛憲哥講說 出來這些老住院 真的有公公仔在家裡漏水 所以譬如說捷運公公仔在那個站 幾乎都是那個附近的天花板架 所以那些沒有標掉的 你要非常小心 因為既然天花板這樣到這裡了 然後它又是一個人家 不要買的東西了 所以你說好 今天賣不掉對不對 公公也不怕績效 所以七折 六折 五折 價格會一直往下降 會這樣嗎 行子有行子的一個 房子的抗疊性 七折 五折 你剛剛不是講說男士獎嗎 又不是雞蛋水果 男士獎不是因為有量 所以它降了一成的價格了嗎 當一成的價格有量 可是還是沒有賣完 我是不是要再降一成 是 它一定要降到把它賣光光為止 對 然後一成沒有賣掉 我是不是再降一成 是 所以是不是要一成一成一成的降 那當天花板壓下去的時候 旁邊不是壓得更慘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兩條線是中和線跟新電線 這兩條線 因為當它的捷運 開始在掉價格的時候 捷運都掉價格了 離捷運那麼遠 還值多少 這你就要非常注意了 大家聽到清楚 是會提醒大家 中和跟新電兩條線 而且捷運共購宅 會是一個信號彈 是 是 啊